2016年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冠军9月27日消息 据央视乒乓球专线记者李武军透露 2018到2019赛季平朝联赛运动员摘牌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 在外特级运动员被挂牌 去年帅对肚子联赛冠军的世界冠军刘诗文 以560万转会龙福环能 朱雨林以805万转会骑鹿交通 王满玉以460万转会山东鲁能 朱雨林成为先标王 大满贯的主丁宁人为北京首刚效力 丁宁刘诗文以560万由武汉俱乐部转会到山东龙福环能 王满玉以460万从长白山俱乐部转会至山东鲁能 朱雨林以805万从山东鲁能转会骑鹿交通 容身心标王 众所周知 三位显手实力相差不大 为何将艺术自差之如此之大 朱雨林显然 刘诗文那条微博多少起到了点作用 至少能让百分百俱乐部降降下 不要让自己的价位太高 否则就没有俱乐部接受了 刘诗文处于运动生涯的后半期 哪个俱乐部都会考虑一下他的退役问题都不愿意砸在自己手里 所以这个价位很正常 而朱雨林正是当打之年 去年发挥很不错 世界排名第一 805万也属正常 刘诗文剩下一个王满玉 新生力量的代表 有冲击力但经验略显不足 所以460万 我认为也很合理 王满玉今年状态爆棚 连续夺的香港乒乓球公开赛 全国锦标赛以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 并多次杀剑伴 决赛和决赛 成为今年国庭上身是头最猛的球员 王满玉同时在补充 洽着几个国庭特级选手的情况 刘诗文 1991年4月12日 出生于辽宁府顺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运动员 新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主要获得的荣誉有 2012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冠军 2009、2012、2013和 2015年4届女拼世界威单打冠军 2014年仁川亚运会乒乓球女胆冠军 2015是拼萨女双冠军 达当朱宇玲 2016年旅游奥运会 乒乓球女团冠军 刘诗文丁宁 1990年6月20日 出生于黑龙江盛大庆市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主力队员 主要荣誉有 2010年全国锦交赛女单冠军 2011年路特丹市拼赛女单冠军 2012年奥运会乒乓球女单亚军 2014年冬季市拼赛女团冠军 2014年奥地利世界杯女单冠军 2015年书州市拼赛女单冠军 2016年李渊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 2016年李渊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冠军 2017年杜塞尔多夫市拼赛女单 女双冠军 朱宇玲 朱宇玲 1995年1月10日出生四川年养 主要荣誉有 2010年日本公开赛女单亚军 2010年市拼赛女单冠军 女双冠军 2011年成运会混双冠军 女单亚军 2012市拼赛女团 女单 女双冠军 2014年东京市拼赛女团冠军 2017年第30届亚洲杯女单冠军 2017年第21届女拼世界杯 女嘿,你当冠军